英國威廉王子和凱特王妃的長子喬治 7日迎接人生第一個開學日 4歲的喬治身穿藍色制服 在爸爸威廉的陪伴下走進學校大門 可愛模樣成為目光焦點 傳統上王室男孩從小就念男校 但威凱打破傳統 讓喬治進入男女合班的私立學校 一學期學費約合台幣23萬 我們的目標是保持安全、安全、幸福的環境 不會有任何特別的治療 不過媽媽凱特王妃卻因為身體不適 而缺席這個重要的日子 由於凱特4號才剛宣布懷有第三胎 消息人士指出凱特應該是因為 城堅嚴重害喜而缺席 甚至因此連續兩天取消公開行程 英國民眾向來高度關注王室的一舉一動 凱特懷孕的消息也立刻獲得大眾祝福 我們愛全家的家 我們絕對 我絕對是非常棒的 讓他們有一個年輕的兒子 攤開皇室家普高齡91歲的伊麗莎白二世女王之下 長子查爾斯王子依然是第一順位繼承人 查爾斯的長子威廉王子緊跟在後 威廉的長子喬治女兒夏綠蒂 則分別佔據第三和第四順位 而威凱兩人的第三胎還沒出生 就是王位第五順位繼承人了 我愛你 為所欣妥在的老鼻子 為所欣妥在同時 他們從今兒的懸命中 為所欣妥在一起